回国隔离完后的10天 我一点都没闲着 这10天里我跑了5个地方 广州 隔离了21天 每天都下雨 自从我隔离出来了之后 这个天气太好了 社区的一个店 深圳 这边是深圳的文和友 我们希望是可以做一个 大家可以一起喝的状态 贵阳 这边是文昌阁 老板你们这边还有什么当地小吃 这个里面就是用鱼芯草做的行家 乔治公社 重庆 棒名咖啡屋 一年级 一年级 一年级下车 安妮布申总监乡 乌永子 安妮布申总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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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景色看得又好久 咖啡师颜值也很高 冷脆咖啡它会给到大冰块的 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下 过去的十几天里 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站广州 隔离完之后出去 当然是要先找找好吃的 这个是 空下猪手 生活在广州的小贩 你们也太幸福了 这个太好吃了 这个很Q弹 但是你们这边 广州你们是叫猪手 我们老家叫猪池 就是赫娜话叫猪翅 你看这边是我住的这个民宿的外景 哇 看到这些老房子 真的好有感觉啊 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店有没有印象 之前和紫菜西西西来的时候 打烊了 所以这次特意再过来一趟 这个开在小区里的咖啡店 点的这一杯叫豆宁 它说用的是冷脆的花葵做出来的 上面有一层的泡沫 里边有一个青宁片 很清爽 它这个青宁的这种味道 典型的这种热带的感觉的特调咖啡 市井的氛围非常好 广州都来了 一定要去找咖啡沙龙蹭一顿饭 去了一家开了16年的社区咖啡店 Bro Coffee 老板 伟哥把自己的爱好都集合在这个店里 威士忌 火腿 自画 咖啡烘焙 开店16年 老板是把咖啡店给玩明白了 平时你可以来到这里随便翻一个牌 所以就说老板我要喝这个 骂老姜了 帮你骂老姜了 有了这个 有时候我们想吃肉就来这里 嗯 是吧 哇 好弹啊 看起来 对 这是什么 介绍一下 这是西班牙的豬 哦 我来一点 我最爱这个 它也是什么都没放 它也是要蘸盐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爽 它本来也鲜 你看它本来也鲜 本来也鲜 2006年的房租到现在涨了多少倍 涨了五倍 那它们其实没有房价涨得快啊 房价涨得那么多啊 房价涨了十倍 来到深圳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这家咖啡馆 那三年前第一次来到吉福咖啡 是我觉得体验感极好的一家店 主理人Steven 把自己在咖啡师赛场上的服务和出品 运用到了自己的店里面 店里面的咖啡师小哥哥和小姐姐 专业度以及服务能力都非常好 当然也参观了他们的新的烘焙工作室 测试了他们店里出品用的咖啡豆 不觉得将来 说不定我们会跟他们做一款联名的咖啡豆 外地不能亲自到店的小伙伴们 也能喝到这个来自广东的品牌的咖啡 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吉福咖啡这边的一个工作室 测试一下这个动缩 第三位动缩 这个建议第一口可以大口 好的 我们会有到冷液交替的部分 坐着和喜好一路北上钻了无数个山洞 贵阳我是第一次来 坐在高铁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地方 人美山美风景美 没有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现在 现在是现在 贵州的这个空气是真的好 就是闻着是甜的 那有小伙伴就问了 来贵阳要吃什么 它这个鱼心草 我直接在这边吃 在贵阳拜访了WBC冠军胡影的咖啡店 对的咖啡 发现他们在贵阳这个城市 很认真的在做咖啡的出品和体验 他把自己在咖啡室比赛里的咖啡饮品理念 融入到自己经营的咖啡店里 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杯草根之梦 把贵州出名的折尔根这个食材 在融入的咖啡饮品里 我还挺喜欢 但我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你 我能不能接受折尔根 它本来折尔根就是一个很草根 折尔应该就是你们这边的 那鱼呢也有 重庆程度有些 对 我刚才吃的那个豆腐里面 它就放了那个 我也很喜欢吃 喜欢的很喜欢的 是 接受不了它就真接受不了 就是你可以就是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这个危机一个是这个毛毯 对 而且毛毯还有一个选择 毛毯还有一个是53度48度 我们买的最划算的价格 至少是2400 你买的多的那些还要你配货 然后配货是你答应它 你买10吨的农产品 然后我才拿1491的价格 然后那个还是很大量的 一堆货的那种 原来是这样 对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店 叫阿狗园子 你看楼上 嗯 我是发现了就是每个地方啊 其实都有自己的这种本地特色的面 对吧 就比如咱们去北京了就是炸酱面 去重庆了就是小面 去河南了那就是会面 来贵州了它这边这个有长旺面 细细的这种黄色的 这个就挺有嚼劲的 五厂口10块钱三斤 有脆有甜 来到重庆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 像进了桑那方一样 先来碗重庆小面 好谢谢 出玩了小面 二两呢是有点多的 辣椒非常香 吃完接着逛逛山城的小店 蛮陡的 我现在在去我一个客户的店里边 我蛮喜欢他们店的 苏维明这个小店把山城特色 诠释的非常到位 这边这个角的这个店到了 我们感觉出来它的浓缩咖啡占的比例 还是非常重的 我在很多地方喝到的这种水果味道的特条 其实水果的味道以及糖浆的味道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但是它的这个是浓缩咖啡的比重占的非常的多 无影门是一个粉丝小姐姐强烈推荐我要去的店 我太喜欢他们门口的小板凳和小桌子了 小凳子坐着直妞直妞的 有感觉的 就是冻一下它就会直妞直妞一下 它的这个美式你看它把它做到一个管子里边 然后呢是需要把它抽出来 对面就有一个山坡 那个山坡那边也有很多的咖啡店 都很有意思 前进村174号 这广哥斯大家的肚子 它是比较偏那种葡萄柚的那种葡萄柚的 整个感觉还挺好的 只不过是我今天在这边办了一下午的工 然后呢就没有跟他们去聊天 棒名咖啡屋 如果要是专门来找的话还真的不好找 我是就在这个小巷子里边转悠悠转悠遇到的 玩创意咖啡的Shake Redo 还赶在他们上新品前 尝试了一下他们新研发的创意咖啡 哇这个喝起来还是有层次感的 喝之前需不需要搅拌 不需要 就是直接喝对吧 哇 啤酒花是用的是冷处理的方式 它相当于是一个以每秒钟12下的方式 就不停地拍打了 一秒钟12下 一秒钟12下 那60秒就是720下 是的 那5分钟的话那就是拍3000多下了 就给你们做莫吉托的时候啪 你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在上面贴你的前男友 可能你的前女友的图像 就这样非常非常的解诚 在做的时候通过拍打就吹起它一个香气 这只能做什么意思吗 这只能做什么意思吗 这只能做单身的味道吗 它踩哪踩就是这个 哦不打踩啊 这个都是 紫威路99号 然后那边有一只汪 你看那边那个汪 它叫芒果 芒果 好累了 成都这个城市是我觉得除了上海国内的咖啡氛围最好的地方了 我先去找朋友吃了顿老火锅 哎呀 来咖啡搞一个了 来搞一个 两杯一杯是这个浅烘焙的 一杯是深烘焙的 你选一个 香菜 葱 这个猪还是最好的 看见没有 没有卷没有老 他们家的那个景色看的就要好一些 他们嘴巴已经烧起来了 不要 哎呀 我家 可怕 这是我们的结果 是真的 我说的是 您费给座 那么 你费给的 真的 适当 回到上海 出了飞机的舱门 这一刻心情 其实是有一点复杂的 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 那见到了同事们 大家都瘦了 不过见到小伙伴们的这一刻 真的很开心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会在上海 搞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我这款叫什么 这个看起来不错 喝一个